2022年1月14号 原价购买了一个PS5国航光驱版 双手柄套餐花了4400多 做开箱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购买经历和使用感受 这是第一次开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未来还有第二次开箱 因为这台机器用了两天坏了 具体看我之前发的视频 等换的新机器来了之后 再做第二次开箱 这台机器是从抖音的索尼PlayStation官方旗舰店购买的 我之前从京东自营官方店 天猫自营官方店 索尼自己的小程序商店都抢不到 后来听说抖音在1月14号首发新颜色的手柄 我感觉一定会放一些量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最后在晚上9点40几分下单购买了这个双手柄套餐 具体的购买经历我之前也发过视频 在这就不详细展开了 这台机器的型号是1109A 它属于改进版或者叫精简版或者叫塑水版 散热器塑水版 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小伙伴很在意 但是我并不在意 在意了也没用 因为这是索尼他决定的到底减不减配 改不改进 我能做的就是能不能买 我可以接受就可以买 钱在谁手里谁说了算 你很在意可以不买 这是一部分小伙伴比较在意的事情 第二个呢 我为什么要买国航 为什么不买日版或港版 我也想买日版和港版呢 但是太贵了 我原价购买的这个国航光驱版是3899 但是此时的港版的价格是6500 多了2500多块钱 我觉得这个2500多块钱 换国航换港航不值 所以我不买港航 如果你愿意 那请便 钱是你的 你说了算 最近还有一些评论 说国航的机器质量差 好的机器都出口了 到香港到日本到国外 那是你的理解 我怎么说也是从80年代过来的人 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和苹果手机一样 全球质量都一样 至于故障率 全球也都差不多 国航的PS5 它都有好的 大部分都是好的 但是也都有出问题了 这个存在一定比例 可能是国航买的人多 数量大 出问题的可能就会多一些 这也很正常 我是这么理解的 你愿意这么理解 那是你的事 我只分享我的观点 那我为什么不买XSX或者XSS 微软的XGP它不香吗 为什么买PS5 PS又没有独占了 或者说是现实独占 这也是有很多小伙伴在评论区讨论的 关于PS独占这个事 我并不是那么在意 独占更好 没有独占也无所谓 反正都能玩 至于为什么不买XSX 我也买了一个XGP 但是那里面大部分都是射击游戏 第一人称的 我不喜欢玩这种游戏 刚开始我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想买这个XSX 日行的价格是5000 这个价格也是可以的 但是那里面的游戏 我不是很喜欢 在XGP里面尝试了几个游戏之后 就不想买XSX了 那个不适合我 不适合我不一定不适合你们 因为有很多人都喜欢玩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对于XSX 价格比较便宜 而且也有货 比较容易买 但是它是一个2K分辨率的 算是一个低端过渡产品 这个定位我也不是很喜欢 基本上没有说开箱的东西 因为开箱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各位看看就好了 以上就是自从我买了原价的国行PS5之后 在各大平台发了视频 在评论区里面 小伙伴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我在这个视频里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在之前用的是PS4 Slim 500G的版本 它可以1080T 30帧上下来玩游戏 我算是一个画面档 但是我不喜欢30帧加动态模糊 我喜欢4K 60帧 因为我有4K显示器带HDR了 所以我会选择一个支持4K 60帧带HDR的一款主机 最后选择的是PS5 那为什么不选PC呢 等以后响卡矿难了 再买一个好一点的1080P响卡顶一下 大部分游戏还是在这PS5里边玩 至于游戏的价格嘛 其实我也一年通关不了几个游戏 游戏价格贵一点 该买就买咯 通关了还可以卖掉 也损失不了多少钱 另外还可以开一个PSN的Plus会员 可以玩到很多游戏 PS5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手柄 才500多块钱 PS4的手柄现在在京东上还卖488块钱呢 只差了几十块钱 但是这个体验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很难说出来 它那个感觉有点像手机上的横轴马达 线性马达 但是手机上的正感很小 PS5手柄的正感很强很棒 在玩游戏的时候很爽 它的4K效果也很棒 HDR效果也不错 整体感受相当满意 下面说一下我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吧 双手柄套餐是4400多 后来我又买了一个麻布仔大冒险 这是PS5游戏 淘宝上卖120块钱 很多 官方卖300多 我还买了一个双手柄的做冲 原版的230块钱 回头做一个开箱和大家分享 加在一起4800块钱嘛 后来我又买了一个三脚架 花了200块钱 整体投入5000块钱 这就是接着到目前 关于PS5的一个基本情况 现在各位看到开箱的这台PS5 现在已经回到上海库房了 今天中午到的 他们库房会换货 至于说什么时候换回来 我不得而知 换回来之后 收到货了再和大家开箱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阿柴 欢迎关注 后面会持续报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